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跟你结婚 后来连我自己都这么想 因为不论从哪方面来看 咱们俩都特别合适 可是我也不得不承认 这跟爱情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为什么不早地告诉我 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这段时间里 你有很多次的结婚你可以告诉我 你不爱我 你不想跟我在一起 你不想和我结婚 因为我什么平面选择在哪一天 那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天 你知道吗 小林 老实说 你是一个特别好特别好的结婚对象 因为我知道你爱我 所以当初我也没有反对 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嘛 我觉得只要其中一方足够爱爱另外一方 这婚姻就能勉强维持下去啊 如果不是方方突然出现在婚礼上 我是真的想跟你一直走下去的啊 陆军 陆军 我真的很瞧不起你 从始至终 你才是最自私的那个人 你其实没有你说的那么爱的 要不然你就不会一开始就放弃你们的感情 一直逃避来跟我结婚 想过没有 为什么来抢婚的是她不是你 那是因为她爱得更多 你这一生你也感到十个愧疚 十个反省 这是你伤害我 这是你欠我的 不过陆军我会祝福你的 毕竟两个相爱的人在一起 才是最好的结局 只要时间我们要把离婚手去办 我把离婚的伤害的人在一起 去吧 我把离婚的衫养 不要扭认了 那我把离婚的衫养 真心理髻子 把离婚的衫养 里面是去的 有一家里面是在那儿 怕自己会崩溃 不过现在还好 一切都过去了 大爷姐 你说得对 我比我想象中要坚强很多 你棒了 大爷姐 我挺羡慕你的 你跟罗畅还能当朋友 还可以等他回心转意 可是我和陆军 就再也没这种可能了 这种希望给你 你要啊 你敢要吗 万无目的的等待 无望的一天一天苦 你知道当朋友代价有多大 无论是他 恋爱也好 分手也好 结婚也好 离婚也好 不管你心里有多难过 你都要补动声色地站稳 违心地祝福或者安慰 你喜欢这种方式啊 我就是觉得太丢人了 本来以为嫁给了一个好男人 可以踏踏实过日子 可是谁想到会这样的 丢人怕什么呢 你想想看啊 我们这一路从小到大 谁是耀武扬威挺胸抬头地走过来的 其实人有一些经历也挺好的 只要你老了以后回头看 你会发现所有丢人的事情 都是云淡风轻的效果 我打算风骂 大医姐 你用了多长时间才真正放下啊 快吃啊 玩什么呢 有话直说 是不是想问老何相亲的事 还是你聪明 我这点心思 你根本忙不过你 坏你 瞧你那点粗血 老何的原话是 今年相亲市场水平 整体堪忧 各方面加减成熟一下 还不如石涛呢 这话听着不像夸我呀 可是我这心里 听着怎么还挺高兴的 你高兴得太早了 他大跟我说了一下 那个男的的情况 那男的 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 惨不忍睹 真心踩遍了老何的所有雷区 不不不 应该说踩遍了所有女性的雷区 简直就一人形扫围击 那女人身上雷太多了 无心意踩就炸个粉纤碎波 女人心思其实特别简单 看在你今天请我吃饭的份上 我给你上一个 先给你送个送分的重点 记好了啊 比如说 尊重 尊重 我挺尊重他的 我那不只是尊重 那简直就是 敬爱 敬爱有什么用啊 他有个菩萨不需要你供着 我说的尊重呢 是指不把自己放到无限大 适当地付出 而不求立即回报 想对方之所想 及对方之所及 与此同时 还能保留一份自我的尊严 不给对方造成太大的压力 懂吗 没想到你还挺身丧不漏的 我之前我都没发现 我都想好我事业第二春了 我应该开个 培训班 教教广大男性同胞怎么做男人 现在到处都是一些感情专家 教你怎么做女人 男性同胞太可怜了 正需要我这么一个纸录明灯 那我去了是不是就告财生了 你小屁孩 还没资格上课那么多 小屁孩 我去看你 其实吧 不管是相亲还是谈恋爱 就跟吃火锅差不多 你要加上来这个喜欢吃呢 那你就吃 不喜欢吃呢 你就扔回去重新选 没那么复杂 那吃到最后锅里 肯定有剩下的呀 有人就乐意留在锅里 不被捞起来的呀 那这剩下的 要是还有喜欢的怎么办 那就看造化了 有的人加起来的 不一定喜欢吃 但为了冲击他硬吃 所以啊 这世上不是每一对都合适 合适的呢 也不一定能碰到事 我现在呢 就是锅里这块肉 就等着何大爷来捞我它 可 何大爷 可能不喜欢吃肉 那没关系啊 何大爷不喜欢吃 有人喜欢吃啊 不喜欢吃肉 来啦 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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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啦 我的鞋就抢不到了 快快快 你相过亲吗 你可怕突然问这个吧 没事 随便问 我就特好奇 你们这些女的去相亲 到底是一种什么心态 匹配婚姻吧 当然有的可能是无聊 有的跟着蹭饭去的 有的可能就是生理需求 我听过最逗的是 卫生为了拓展人脉去的 你说逗不逗 你既然物理这么不单纯 你为什么还要去啊 相亲就跟咱买鞋差不多吧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有的人早早去排队耗着 怎么等都等不着 有的呢 一经过 正好碰到发售 正好就让他买着了 平常目的不单纯 搞不好人家这一天 就是奔着结婚去的 然后就成了 谁要去相亲啊 我前妻 嗨 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你们俩都离婚了 你还管天管地的 人家还不能发展第二春了 再说 咱俩不也发展第二春了吗 对了 那天不是说要去郊游 看什么流行雨吗 我都已经列好清单了 你看看 还缺什么 这些东西 我这开车 我开车呢 你郊游呢 准备那么多东西干嘛呀 多麻烦 未雨绸缪呀 他说去的人那么多 万一指不定需要什么呢 你要行麻烦 你随便带 我带齐了就行 帐篷 睡袋 露具 我的天哪 这也太夸张了 你这一双鞋嘛 至于吗 这得排什么叫呀 排吧 这来都来了 你不是想这双鞋吗 什么叫来都来了呀 你以为国庆旅游呢 你看这队 我可不想在这儿浪费时间 走了 而且我刚才不说了吗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那个 就是来得不巧 走吧 要走你走 就是这鞋我谁得买 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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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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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朋友在前面 刚刚正要做 不好意思 谢谢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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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什么光啊 排队去 我刚才就是去上了个厕所 这不我朋友还从前面排着呢 借光 你朋友在前面排着呢 都说朋友在前面排着呢 哪弄到朋友啊 我朋友还在前面排着呢 排队去 别人气 别人气 我朋友真从前面排着呢 没听懂是吧 排队去 天哪 你这大事不醉啊 行 叫我进 这样吧 我现在跟我朋友打个电话 让他把手举起来给你看看 要是前面没人呢 我就把你的鞋吃了 要是前面有人 你就得把我们的鞋吃了 怎么样 怎么说话呢 怎么这么说话呢 就这么说话怎么说 没人说得好 来 走吧 来 过来 来 过来 怎么回事儿 有话不能好好说呀 非得动手 你以前也不是这种冲动的人呀 行行行行 干嘛去啊 排队 排什么队啊 你回头再跟人打起来 你打着不疼我看着还心疼呢 走 吃饭去 我吃饭 我排队 不行 我吃饭去 你吃饭了 加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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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挑战成功 恭喜这种再次免费活的一杯扎皮 有活动咧 你要不要试试 先生 你要不要试下我们的活动 恭喜先生 你又成功了 你要不要再来一杯 行了行了 这不喝多少了 正天没够了是吧 那二位要不要试一下 我们店里的现实活动 什么活动 只要两位接稳超过三十秒 整单打七折 七折 这么大天 你不是啊 咱俩亲一下 你家这俩呢 来 亲什么亲啊 真的 我再占便宜 我也不能让别人占我便宜吧 你亲的 别弄了 咱别看了 谁占你便宜了 不得亲一下嘛 对吧 怎么着 你们女的主动 就是你们勇敢 你们能个儿 我们男的一主动 就成占你便宜了 谁占你便宜了 行 行得差不多得了 别一喝酒就变成混蛋 清楚了 你看他乱走 就跟鼻子上脸了 不是 你还真不用给我俩啊 我哪儿说错了 刚才在车里 你不是要跟我发点第二车呢吗 还有前几次 你不都想定各种方法跟我示好吗 今儿怎么亲一个就不能亲了 你看 他娶相亲 咱俩亲一个 各取所得 不是挺公平的吗 是吧 来 卢畅 你可算说实话了 我说你今天一天 怎么都不对劲呢 合着你把我当你感情的备胎了是吧 卢畅 我告诉你 你在你前妻那儿受的委屈 冲我发泄 我可以接受 我对你表白你三言两语地 把我给打发了 我也忍了 你可以不尊重我 但你不能不尊重我的感情吧 你不能把我当你报复的筹码吧 我没有 没有 行 你给我解释解释你什么意思 你爱怎么想怎么想 我没法跟你解 咱俩当初在一起 不就是为了开心吗 你要是不开心咱就散 这抢你在一起也没解 我看什么呢 你说得一点都没错 你叫什么混蛋 这儿 什么样 这儿 你有点神秘好不好 放旁边啊 哪有那么齐频啊 这儿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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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盯了啊 盯嘛 你盯着什么呀 要不要尝尝 你多好好尝 行 那把花盆拿回去吧 去吧 我去吃点东西 去去去吧 我给你去吃点东西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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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香啊 辛苦啊 快马上来好了 去吧 到账了 知道了 你被拿到钱 没发自内心的高兴 可头一回啊 人家的婚没结成 这钱拿着亏心 我知道 你啊 是触景生情 和霍军这么一跑吧 没准对晓菱来说 还是件好事呢 你看看你 不也被逃过婚了 可现在怎么着 公司都要开业了 这就是人生赢家的姿态呀 不是每个小林 都能变成何大业的 路该怎么走 她自己选 说不定人以后 比你还成功呢 而且男人这东西吧 一个个都是混蛋 没了更好 谁稀罕呀 平时可没见你 这么童筹地开啊 来 是不是在哪个男的那儿 受气了 你跟谁学这么八卦呀 你赶紧买酒去 我刚乱买了 不是 给你交接点事 怎么 外成这样 放好了 这干嘛去 买酒去 出去了啊 又使唤答应 快点回来啊 菜头做好了 去去去去去 就你会心疼人 我让他出去溜辣溜达 放完风 省得下族嘛 放什么风啊 赶紧收拾东西吧 快点啊 放哪儿啊这个 这两个 把那个昏纱那些的 放到这边来啊 你说我们这样 梁手东西 是蒙哥家不太好吧 有什么不好的 那俩已经算给他面子了 可是蒙哥之前 对我们还不错啊 哎 听非昔比了 再说了 他本来就不这么红 那点恩惠啊 根本就不够使得 我听过了 我那经纪人跟我说呀 他这种老模特儿 不吉利 你说他连个这二八经 告别秀都没走过 不是被开除 就是被化掉 最后回头土脸的 就解约了 但是他运气不好吧 所以说他这运气 能吉利吗 好了 赶紧吃完回去啊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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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请问 蒙哥 哎 我来了 来 来 来 哥 你气死了 干嘛这么费劲啊 叫个外卖会得出去吃 那哪行啊 你们来了 我得拿着点心意来 厉害啊 那个 我还有两个菜 就差不多了啊 你们先参观一下 好 刘丹 你帮我招呼一下 我朋友 放心 交给我交给 嗨 嗨 我带你们参观一下 来来来 行 你们先看着 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室 这边呢 是我们的书房 这位是 不重要 不重要 这个呢 是我们的插水间 快看这儿 这是我们婚纱展示区 嗯 你干嘛呢 不去倒点水 怎么那么没眼力见啊 快去 来 还有位 我一个人倒了 你过来帮我一块儿 限量快快 是特别娘娘的 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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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给我 来 我朋友倒了 就得热情似火 宾至如归的 你懂吗 那你也过了 我平常看着也没什么好色 你是不是看人家一个个 比你长得帅 腿比你长 你嫉妒了 我嫉妒他们 我哪嫉妒他们 不是 你不是之前跟我说 你有一个有趣的男人吗 你都有了 你还这么热情吗 有趣的男人多了去了 我不差他那一个 我今儿就让他知道知道 我刘丹不是那种 在一棵树上吊死的人 你是不是跟那有趣的人 吵架了 怪你屁事 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了 你怕老何也被美色诱惑 是不是 你就放心吧 你们家何大业 天生的禁语系 就算他真动了什么心思 你绝对不会让别人看出来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就上次我跟你说 要给你们庆祖开业的 你看 大方 大方 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何大业 这是我朋友 谢谢 大业姐 生意兴隆 那个 感谢你们在百忙之中 来我这里啊 真的是旁边生活呀 你说你们来就来了 还带什么礼物呀 真是太感谢了 谢谢 谢谢 那个不好意思啊 我们出门太赶了 没有带东西 没带礼物呀 你看我这张嘴也太快了 那个 没事 人来了就行了 来了就是给面子了 对吧 对对对 人来就行了 来 热闹热闹 没事 没事 我 我的汤好了 你们过来帮我尝尝 你们先坐 你们先坐 先坐 先坐 你先忙 你先忙 好 来 你帮我尝 尝什么汤 他们俩干嘛呢 你干什么呢 你干什么呢 我朋友好几好几个过来 跟你庆祝开业 那你见面跟人要东西呢 什么叫我要东西啊 那人家 一般到别人家做客 和逛午宅公司开业 那拿点东西 不是人之常情吗 那不拿点香蕉也行啊 那我好心好意地 感谢他们 谁让他们美养剧本来 逛午楼 我不是怪你 你看他们年纪也没多大 可能想不了这么多了 就都包含不好嘛 什么叫想不了这么多啊 想不了这么多 在娱乐圈混什么呀 就算我不是你们 这个圈子里的人 但是呢 没有吃过猪肉 我也见过猪跑 你们这个圈子 不是最讲究什么辈伯吗 你是他们的前辈 这点规矩不懂 怎么混啊 什么前辈子呀 我都退休了 怎么就不是这行人了 我现在就是把他们 当弟弟当朋友 所以也没那么多规矩现在 好 你把他们当朋友 他们把你当朋友了吗 别傻了 怎么就不当朋友 不 不当朋友人家能来吗 行了行了 看你那笨嘴著说的样 今天既然是来给我庆祝开业的 那就听我的好吗 饭呀晚点再吃 先把照片摆里 干吗呀 拍什么照片啊 你忘信怎么这么大 不是上回说了吗 宣传照宣传照啊 我 我想了想 这事不太合适 你看他们几个 都是有经纪公司的人 你要拍了照片放在网上 让公司看见 还有一些私活呢 这算伪医院你知道吗 这不行 知道了 你放心吧 照片呢我绝对不会 发在网上的 我自己留着看 你自己留着看 不不不 不是你别想歪了 不是我留着看 是我放在店里这样 有客户来看的时候呢 给他们看一下是不是 行啦 不许不许参加啊 你把饭做了 对对对 所有事 听我安排 你好好跟人说话 好来 我就坐中间吧 好好好 干吗呢 拍照呢我发朋友圈 来 真敬意啊 周末也不忘老本行 要不这样吧 今天呢 反正是我公司开业 趁没开饭之前 我们呀 先换上礼服 帮我拍几张照片 好不好 算送我的礼物了 行吗 好啊好 换上礼服咱们再拍照 这个 你们放心吧 我们呀特别懂规矩 绝对不给你们 发在网上 我知道你们接私活啊 是算是违约的 放心 我们是懂规矩的 行啊 要不这样 你们商业价多少钱 我付你们钱不就是了吗 不不不 不担钱 不担钱 那个 我们没关系啊 你是猛哥的朋友 那也就是我们的朋友 不讲钱 还是这个小哥会说话 一看你以后就能红 快来 穿衣服吧 来来我都选好了 快 这个 行 这个给你穿 这个给你穿 对 你穿这个 等等等等 你看啊 有人穿礼服 那就得有人穿婚纱呀 看你这个儿也不太高 身材比例也不太好 要不然 你穿个婚纱吧 刚好 当当你的缺陷 还有你这个儿还行 那你肩膀是不是有点窄呀 当模特不都应该那种特高 然后特宽 像猛哥这样的吗 你们这条件有点差吧 哎不 没别的意思 快点拿婚纱傻战着干嘛 我就是说 你们呀帮我 撑一撑这个婚纱 拍几张照片 放心 绝对把你们头头劈掉啊 不给你们发出去 行了 好 谢谢啊 快 站着干嘛 带着次我换衣服呀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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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可以 可以的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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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啊 等你们啊 穿好快点啊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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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河 你这干嘛呀 你说不看人年轻 嫉妒人家呀 不对呀 您看还不是手才对呀 一个个唇红齿白 大长腿 多美好呀 你觉得美好以上啊 看你不是挺积极的吗 三爷 我觉得你特棒 这才叫个女人 遇着事坐怀不乱劲儿 是吧 猛哥 你快管管你们家老河 这 这叫什么代言啊 你还可知道呀 怎么了 饭都没吃呢 就让人先拍照 是 谁家 是 什么就她家的吧 闭嘴 没你什么事 你也闭嘴 有你什么事啊 你知道什么呀 你坐下 坐下 去拿相机去 准备准备 好嘞 怎么回事啊 你不会又故意为难人家吗 怎么说话呢 什么叫故意刁难人家呀 我就让他们帮我拍个照片 怎么了 再说了 我说了 付他们价钱 山野价多少钱 不给他们就是了吗 怎么呀 你还不叫故意为难人家 他让人男孩穿着婚纱牌照 婚纱怎么了 我说撑着衣服把头披掉 你就是故意的 这是钱的事吗 我朋友来给你参加公司开业 就算没带礼物 你也不用这样处处为难人家 再说了今天是什么日子啊 今天是公司开业的日子 再怎么着大家就得面子是够的去 干嘛呢你 为什么要留面子呀 不高兴他就是不高兴 就应该放在脸上 大爷我觉得你做特棒 来 来一下 来 好 漂亮 别挑事了 行不行 这有的是谁呀 咱们来他们家吃饭 又不是来做慈善的 凭什么给他拍照呀 这还不明显 他在下边开工作室 上面就是张总家 明显就是那种关系嘛 不是我管他是哪种关系呢 你也不带这么实话人的呀 算了啊 我们本来就没带礼物 就当补上个礼物给他吧 我怎么觉得这个女的那么眼熟呢 锐得这么宽 这种大妈你都认识啊 行了 行了 别停了啊 赶紧拍完 回去了 快点 出来了呀 行了 穿还挺合身 比很多女孩穿着能好看 你笑什么呀 快来拍照了 我们赶紧拍 拍拍就吃饭了 快来快 辛苦了哈 快来 往那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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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冷啊 我一会儿把空调开大点 谢谢 谢谢 你看你们以前拍照都是吃盒饭啊 你看你们的前辈 给你们做了一桌好饭 给你们拍拍 我们吃饭了 你们不动模特儿不能那么杵着 你说还把点姿势什么的呀 动一动 一 二 三 不是咱借着一气呗 你这个不太好 你换一个换一个 换一个 就是我也不会 几位帅哥 因为我们平时接待的客户就是 都是普通人 也不明星大腕的 就你这样 就不够普通你知道吧 就普通一点就行 好吧 对 你本来也是想要拍宣传照 人家摆得挺艺术的 你要拍这路人士 还是要模特儿干嘛呀 猛哥 我不是那意思 主要是 他们凹成这样 你说普通人能做得了吗 是不是老婆 你自己说你想要什么样的 我没想好 反正我就觉得他们拍得不对 但你想要什么感觉 你说一下董晴吧 我怎么知道啊 我又不是摄影师 我哪能说得出来啊 那我还希望新娘 比新郎小一轮 还有那种真爱无敌的感觉 能拍得出来 行啊 你呢 今日不同往日了 以后也不在这个圈子里混 跟他们也不怎么来往 你这么向着他们干什么呀 再说了 你这么护着他们 他们领情吗 是吧 不是大姐 你这话什么意思呀 一进门去找茬 我惹你很久了 我们今天看着猛哥面子过来 轮到你这边指手画脚的吗 是他不好意思的 怎么说得这么好听啊 冲着猛哥的面子 他又不红 也没给过你恩惠 对 他那面子有那么大吗 真的 可他也不要太过分了 我虽然不在你们这个圈子里混 但我必须要说几句 人在交互混 要厚到 不厚到早晚要栽跟头的 小心有婚纱啊 我栽不栽跟头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你老几啊你 我不是老几 我想问你 你当模特儿多久了 跟你有啥关系啊 听说你们这个行业 特别不好混 我就希望 你能有十年的好运气 新人每年出那么多 你看 这样的优质男模 都变成老模了 像你也会变老的是不是 可惜很遗憾 你不优质 不是你神经病吧你 我们先吃饭了好不好 我们先吃饭 我们先吃饭 你们 你别让我投摔啊 你们怎么 冷静点 这是 老何 你干吗呢 今儿你公司开业 你跟这儿臭什么疯呢 你是被人下降头还怎么着 你胡说八道些什么 你心里有数吗 当然清楚了 你们是不是觉得 我特别咄咄逼人啊 对 你说你平时对我 尖算刻薄得点点算了 我觉得你这个人还挺善良的 你说你现在怎么变得了 被他这么恶毒是不是啊 我告诉你 善良和好欺负是两码事 你就是好欺负 傻 谁对你好 谁对你不好 看不出来呀 他在这娱乐圈混了十年 是 他们我是没看出来 但我看出你来了 今天所有人都可以说我 就你不行 不是 大爷 你干啥呢 回家 大爷 不是 回家 你也不吃了 包包 什么事 先把饭吃了吧 好 实在不好意思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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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中邪 我跟你说了吧 一趟远点 一趟远点 这样好了吧 林晏啊 我想起来了 我们刚才在楼下应该见过那个女的 对 就是她 怪不得 她一直对我们阴阳怪气的 肯定是听见我们说话的 不是 听见怎么了 那我说错了吗 找我们就是过气了呀 就是晦气 你行了 快走吧 别被人听见了 不是 听见怎么了 我敢说我就怕别人听 退圈人一天到晚在这儿拿点钱被姿势压咱们 她也不在 好啦 走吧 走 听我说 手牵手 跟我一起走 创造幸福的生活 哎呦呦 行了行了 烦死了 哼哼哼哼哼 我怎么好高兴呢 我就知道 大爷就不是你这种贪恋美色的 她今天那样 多怕你 还说呢 本来高高兴兴开个夜 美男美酒相伴 全被她给搅和了 哎 你说何大爷 会不会提前进入更年期了 瞎说 我觉得她今天比较特好 铁面无私便中间 这才我喜欢的何大爷 哼 还没怎么着呢 就学会护神了 现在没怎么着 不代表以后不怎么着 对不起 那个 过几天是大爷的生日 我 准备向他求婚 不是 怎么着 你不相信啊 不行 你看看这什么东西 看见没有 结婚戒指我都准备好了 你说你脑子被门挤了 恋爱都没谈呢 你求什么婚啊 那怎么了 先结婚后恋爱 现在不都流行这个吗 婚姻不是儿戏 是要两个人相濡以沫一辈子的 你喜欢他我不反对 但你要把他拖下水 这事我不同意 我见不得别人家老何添堵 你给我说怎么叫添堵呢 求婚是最诚恳的告白 而且是最霸道总裁似的老板 他现在说他不结婚 那是因为他没找着合适的 就是给自己留面子 你这些乱七八理论 都跟哪儿学的呀 我朋友告诉我的 就是跟你一起拍燕照 你女的吧 那一看就不是什么正经人 不是不是 我说你 你怎么以貌取人呢 人家可是一大酒吧老板 现在来说那就是成功女性 不过就上次咱俩一块去的那个酒吧吧 对啊 就那个 不早了赶紧回家去 现在下车 不是 你去帮帮我撇那儿啊 那儿有公交车站看见没有 赶紧给我下车 快 快 你说说你我呢 你别磨磨叽叽的 快快快 小姐 我们还没到营时间呢 老板呢 老板还没来呢 行 那我跟这儿等着 反正我有的是时间 你给他打电话跟他说 他今儿要不来 我就不走了 还有跟他说清楚 我今儿不是来消费的 我是来闹事的 小姐 我们老板还没过来呢 别让你去打电话去 姐 我就是老板 怎么了 难怪呢 这人是谁啊 不知道啊 来闹事了吧 请问你谁啊 你不认识我 石涛认识吧 让石涛去求婚是你的主意吧